王欣富人到银行櫃台 要提领330万 不过行员动作慢吞吞 让他气得大骂 领个钱也这么麻烦 事实上其实是因为行员发现 富人要提领大笔巨款 一次是要汇给诈骗集团 因此拖延时间等警察来帮忙 你今天是要做什么用途的 我的现金我要怎么使用 对对对 为什么会这么这么那个呢 行员也是担心你 因为钱也是很大一条 不让你会不让你用 我没好处啊 我们只是想要帮助你 那么富人一开始还不相信 自己遇上诈骗集团 还跟警察说 是要帮朋友带领包裹 袁锦一听到关键字 马上跟富人说 铁定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有一个包裹 就卡在客观 从友谈 他就是说退休 你先问了美金就放在包裹里边 那些款箱提过来 原来这名年约60岁退休的王姓富人 在网路上认识一名网友 自称是苏丹军医 想申请退休来台生活 因此想请富人帮忙带收装有200万美金的包裹 但因为包裹卡在海关得先缴330万的保证金 因此想请富人先帮忙赎回来 没想到富人相信了 还想要去银行提领现金来帮忙赎回包裹 最后好在有鸡血行员跟警察帮忙 富人才没有陷入网路诈骗